流水迢迢 不过就是各归各位 各安天命 小子 听师父话 唯独他不行 师父 你答应师父 师父 我答应你 从前都是他的算计 今后绝不会再有 我已经安排好了 评书 会照顾好你师父的 在我家乡 也有这样一棵大树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 我都会坐在那棵大树上 看风景 喜欢吗 风景再美 也不是江家村 江家村是什么样 我家门口 种了一排的柳英草 不论我多晚回去 他都能指引我回家的路 在窗台上 还放了一整排的花草 也不知道他们还活着吗 都是你亲自种的 有月季 有杜鹃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 家里都特别香 有时候还会把蜜蜂引过来 在墙角 放着一盆清香木 师父总是不小心就会踢到他 他还骂我 在家里摆了太多的花草 你别看我师父总是说我 可是他护短又心软 总是帮我和村里人理论 有一次 他气得把门都劈坏了 那门上的裂痕 能有这么深 村民都对你不好 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跟他们过 我师父对我好就够了 我师父还亲手 做了一个暗台 教我读书写字 但是 但是 你一读书就会犯困 总想着 找机会溜出去玩 也不总是这样 还是会学一会儿的 我有时候 也会打一会儿盹 可能是我做的棉垫子 放了太多的棉花 听着风铃声 自然也就睡着了 风铃也是你自己做的 是我用捡回来的贝壳 穿起来的 就放在暗台旁边 除了小泥猫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江家村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 我就陪你 回江家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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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江家村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你 你们 回江家村 小时候我总在想 我要和我最爱的人 一起上遍天下美景 吃遍天下美食 看青山银银 流水迢迢 如今我才知道 青山银银 流水迢迢 不过就是各归各位 各恩天命 你骗我一次 那我也骗你一次 未着 我们就此别过 后悔我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